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正在单人单车骑行景谱寨 昨天晚上呢 来到了景谱寨的兴利省下面的半格带线 残编的一个 这个是飞机房 昨天晚上在这住了一晚上 这就是我昨天晚上的住宿环境 距马路挺近的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也非常的吵 看一下天气 哇 哇 现在才七点多 太阳已经这么高了 哇 趁着这回不是特别热 赶紧收拾行李 然后开启今天的行程 今天应该就能骑到新丽市区去了 因为只剩下60公里的距离 赶紧收拾一下行李出发吧 最近这个天气太热了 现在才七点多 出去都感觉有点热 收拾行李 我才发现我昨天晚上住这地方可能是蛇窝 看这里有蛇褪皮留下的残骸 不过已经安全度过一晚上了 现在东西也就收拾好了 就准备出发 请问你这移动雪糕 我想买一个哈喽 哈喽 哈喽 耶 嗚呼 看到雪糕 买一个 查查 看这个是个侧侧侧挂的摩托车 金浦在这边有很多这种侧侧挂 还有后侧侧挂的 3Q 尝一个 里面还饭花生粒 挺好吃的 这个花生粒也很香 我上传一个视频 在上传到98%的时候 手机关机了 冲凌宝也没电了 在露宾买杯喝的 然后冲一下 很爱冲一下这个 一下也 好的 OK OK 让它再冲一会 视频上传完就行了 点了一杯这个甘蔗 甘蔗汁 2000锐儿 哇 又坐在树下休息 有点害怕毛毛虫 它别吊毛毛虫下来 刚好在这里歇一会 然后总结一下 我这几天都干了那几件蠢事 在金冰的时候 丢冲凌宝那件就不算了 从那天 第一次把这个卡片机的冲凌器 挽在了那个老板家 这是第一件蠢事 然后 晚上紧接着 把运动相机搞丢了 第二件蠢事 第三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把太阳能板搞坏了 太阳能丑林板现在没了 这是第三件 第四件蠢事 那天晚上没米饭了 我竟然忘了一天忘了买大米 到半夜想吃饭了 我才想起来没买米 干了就是四件蠢事 真的是把自己蠢到家了 分享这蠢事让大家开心一样 脑子真不够用 没咱脑子 关斩头发跟胡子了 我现在手里电源非常的紧缺 现在只剩下一个充电宝 就4万毫安的 其他的充电宝都没了 现在充电宝也没电了 我今天晚上可能得 可能得住个宾馆 补充一下电源 因为现在手电没电了 卡片机的电池也快没电了 充电宝没电了 手机已经没电关机了 运动相机还有20%的电 哎呀 今天晚上肯定得住电了 视频传完了 手机电也不充了 直接一路骑到新里去 然后开个房间 再补充电源 看下它路边卖的是什么 哈喽 哈喽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吃 吃 多少钱 3500 OK OK 给我一个 里面是糯米饭 他帮我剥开 哦 OK 3Q3Q 他这有个小炉子 加了一些炭火 然后把这个翻在上面烧 是吧 看 拿竹筒砖的 这个竹子是把皮削了的 这是老板 看一下 里面有红豆 这味道和烧麦特别像 还挺不错的 隔楼兰 隔楼兰 看美 隔楼兰看美 来来 轻微洗 我会给你 看美 然后 帮我 吃 小炉子 帮我 我 帮我 看他这个车还挺潇洒 有个小朋友一直跟着我骑 骑了好长时间了 不知道他从什么时候跟着我后面的 跟着我好一段距离了我才发现 又下雨了 下大雨了 手机也没电 这个运动相机也进红了 也马上要关机了 我不知道我记距离行李还有多少 如果按时间算的话 大概还有个20公里左右 那边还是潜着的 就应该就我头顶这块下雨 花了3000日 在路边买了这么一个大的椰子 我现在已经接近淡静粮绝了 电的淡静粮绝 手机已经关机了 运动相机也关机了 现在录视频这个卡片机 不计就能撑住把这个视频录完 不过我好在应该马上就要到了 前面应该就是了 这个视频录完之后 我没电了就去前驱 先找个酒店把电充好 又下大雨了 朋友们我现在已经到新历了 然后开了个酒店 这个房间是10美金 将近70块钱 70多一点点一天晚上 然后现在运动相机已经冲了电了 再录视频 然后手机和卡片机的电池 再冲着电 先看一下这个屋子吧 标准的一个梳妆台 有块镜子 然后你看这个灯是在那的 底下有个风扇 风扇是不是坏了 没有能转 然后船是一个大船 我把我的陀包 秦陀包拿上来的一个 他这个船头这边也没有插牌 我看了一下 看一下窗外 这回没下雨了 有个衣柜 空调只是一个摆设 然后有个电视机 我住酒店电视机 我从来没开过 这个也不知道能不能开 然后这是我的衣服 来的时候下大雨 把它淋湿了 然后我洗了 这个就是卫生间 我到新历的时候 应该是两点多 现在已经将近六点了 我准备出去吃个饭 或者买点饭回来吃 出去看一看 今天的话就不惯了 买个饭就回来 早早的休息 因为这几天感觉 精神断态确实是不佳 可能是因为 每天的睡眠都很少 今天早点回来早点休息 这回天上还是乌云密布的 星历这个城市 因为它是一个旅游城市 所以它的酒店价格都比较高 看我住的就是这个酒店 景普寨的所有城市里面 欧美人比较多的 就是这个城市 就星历 精兵的欧美人都没有这多 这是一份这个 哇 它这个桌子有意思 模板了一个床 嘿嘿嘿 OK 看 过河豆芽和这个柠檬标配 但这个粉看着黑乎乎的 好少啊 就一筷子 牛肚 感觉这有点少 我早上吃早饭吃的特别早 吃早饭昨天好像剩的那个 味道还挺好 又好几天没有吃这个薄荷了 又好几天没有吃这个薄荷了 东南亚这边的特色就是 粉啊 还有面条啊 什么分量特别小 特别小 嗯 我喜欢这边的冰块 这一碗也就吃个四盆饱 不知不觉又走着好个夜市 这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综合市场 今天就不惯了 早点东西吃吃完回去休息 明天看有时间的话惯一下 没时间就不惯了 夜市还挺繁华 再来一碗这个炒面吧 应该是来一碗牛肉炒面 yeah this ok ok 感觉心里这个城市还是挺繁华的 人很多 这个炒面和头饼让差距有点大 14块钱 哇 加点柠檬 这也没大蒜 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感觉没有刚才那份划算 刚才那家吃那个米粉才1.25美金 这个是2美金 这个14 这个面好像是 熟工面 熟工面牛肉 不见葱花 再加点青菜 这里吃完肯定就够了 就饱了 早知道我出来吃饭的时候就 往身上 揣上一块大蒜 吃饱喝多 回去准备睡觉了 兄弟们 这视频就到这吧 咱们下期见 拜拜